2012年张艺谋导演的《精灵十三拆》上映后 网上突然疯传疑似妮妮的不雅照 尺度非常大 张张性感相艳 网友直呼重口味 爆料指称 这是妮妮成名前自拍传上网的 一时之间网友议论纷纷 妮妮为何要拍这种大尺度照片 为何还要亲自上传 有记者跑去问 妮妮方 其经纪人回应说自己并不知情 这时另一个不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 照片上的人不是妮妮 只是长得相像而已 至于照片的来源 还有带查证 这一查就没有了后文 按理说 一般女明星面对这种负面 大多非常愤怒 像杨幂被曝光疑似不雅视频后 立马跑去报了警 可妮妮对于这事始终不说话 也不辩解 为何呢 有消息称 这或许并非简单的私密照泄露 而是牵扯着娱乐圈的潜规则 其背后暗藏着更大的阴谋 到底是怎样的阴谋呢 这还得从妮妮的一夜爆红说起 妮妮是滴滴道道的南京人 会说南京话 她自幼在外企高管大姨的教导下 非常热爱英语 在父母的督促下一直坚持练游泳 身材也很好 冥冥之中 这些都成为了她日后出道的筹码 妮妮高中毕业时 以出落的亭亭玉立 清秀又沉静 还顺利考上了中国产媒大学南广学院语言传播系 2009年正在念大三的妮妮 突然接到副导演普伦的电话 邀请她参加精灵时三差的试镜 妮妮以为是骗子 差点就错过了这个机会 直到看到如日中天的大导演张艺谋 才知道自己没有受骗 张艺谋看到妮妮第一眼 就认定她是唯一的人选 并且她的两点很符合争选要求 张艺谋和普伦为电影精灵时三差 挑选女主角玉木 提出两点要求 必须会说流利的英语 必须会南京话 更何况从小在南京长大的妮妮 身材长相各方面 也符合电影中情怀和的头牌的要求 当然为了让妮妮演好这个角色 张艺谋还得对她进行妓女培训 因为电影女主角玉木的妓女形象 风情万种 对推动剧情作用至关重要 为此她还专门请来表演名师刘天池 教妮妮和其他被选中的女孩 为她们两身定制了 为期两年多的秘密培训 培训是完全封闭式的 妮妮为了尽早变成风情万种的头牌玉木 不仅要学抽烟 打麻将 还有英语 乐器 礼仪等培训 当然少不了关于性感这一块重头戏 被要求学铭记的摆臀走路法 自摸感受身体之美 只是在张艺谋和妮妮做这些事情时 另一位大佬却有不同的想法 这位大佬就是张伟平 张艺谋重要的合伙人 从张艺谋拍摄 有话好好说起 张伟平就积极为她拉投资 此后的十面埋伏 英雄 满城近代黄金甲等 背后都有张伟平的身影 如周冬宇等牟尼郎 也都签在张伟平的新画面影业旗下 被张艺谋相中后 妮妮等也被签下 本来十多年的合作中 张艺谋和张伟平合作一直很愉快 张艺谋负责艺术创作 张伟平负责商业运作 相互倚重 各司其职 但这一次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张伟平想让新画面影业公司 另一签约女艺人 韩西婷演女主角玉莫 但比妮妮待岁的韩西婷 出生于山东青岛 到国外留过学 英语流利 但不会南京话 显然张艺谋要的两点 她只有一点符合 但张艺谋也很给张伟平面子 虽然没有给韩西婷玉莫的角色 也给她专门打造了一个遗春 而这个角色是原著中没有的 为了安排韩西婷演出 特意在电影剧本中 硬插了这个角色 于是金灵十二拆 就这样变成了十三拆 不仅强插韩西婷 张伟平还强行安排了 佟大为曹可凡出演 张艺谋也妥协了 按说这样的安排 应该让两位大佬的分歧 得到了解决 然而 事情并没有张艺谋想的那么简单 拍视过程中 张伟平又插手了 本来剧本中并没有大尺度床戏 但在张伟平的窜度下 张艺谋又不得不给妮妮 临时加了一段紧张刺激的激情戏 被临时加床戏 实验神父的贝尔很不爽 一开始都没有答应 张伟平觉得这两个人 如果只按剧本吻一下 就太让人失望了 应该给力 于是 燕尔再再而三地要求加戏 最后张伟平直接拿出了老板的派头和口气 告诉张艺谋 如果不加床戏 就太扫兴了 张艺谋只能继续做贝尔的工作 终于获得同意 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床戏 妮妮开始也是一愣 转念一想 大概也就是点到为止了 谁知 日后这场戏 在宣传时 总是有意无意地 和汤维的色界相提并论 拍摄时 妮妮心情复杂 因为不是专业演员出身 也从来没有在陌生人面前脱过衣服 突然就要演这种大尺度的激情戏 一度难以接受 张艺谋也只能尽力解释 作为新人 妮妮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只能尽义务去演好 在剧组的反复调教下 妮妮和贝尔终于在炮火连天中 完成了这一段精彩的表演 这场戏拍摄很顺利 贝尔夸妮妮床戏好 导演也笑了 但张伟平却并不满意 觉得拍得太短 夹在两个大脑中间的妮妮 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暂时的风平浪静 但接下来的场面就更尴尬了 2011年11月22号 电影宣传时 有意将电影中的这段床戏 作为宣传点 而且为了保持神秘感 故意不透露女主角的信息 只放出了妮妮写的一篇文章 我和贝尔演床戏 这段小作文被网友调侃成小学生作文 被称之为玉墨体 媒体也添油加醋说 床戏比汤维还棒 这种饥饿营销 很快引发了网友极大的好奇 纷纷猜测 女主角玉墨是谁 于是两天后 女主角就遭到网友人肉 网友证实 这个某女郎就是妮妮 很多信息被扒出 而张伟萍也趁机表示 玉墨和汤维完全是两回事 你们将来看了电影就知道了 表面看张伟萍对妮妮的表演都是夸赞 但实际上她却很不开心 因为她正在为该片分账的事情 和院线吵得不可开交 一度被八大院线联合抵制 最终张伟萍邀请院线老板们观影 决定通过最低票价上涨五元的方式 才达成一致 毕竟有张艺谋这张金字招牌 很多事就好谈了 该片提前点印 效果还不错 这让张伟萍更加自信 接下来的宣传 也不忘提携自己的人 让韩希婷和女主角妮妮 并驾齐驱 所以不少网友当时对她的背景 表示质疑 韩希婷只能出面解释 自己没有靠家庭背景 倒是张艺谋透露了选谋女郎的内幕 还提及了冲击奥斯卡的愿望 该片上映后 因妓女抗日等故事引发热议 话题度一度很高 从前在内娱 查无此人的妮妮一夜爆红 她的风情万种 让不少人念念不忘 很多人将她和汤薇做比较 台媒评价她是最忽媚谋女郎 宣传很卖力 但看到票房情况 张伟萍脸都绿了 夹在两位大佬中间的妮妮危险了 该片虽然最终收获6亿票房 拿下年度票房冠军 但离张伟萍预期的10亿票房差得很远 事前张伟萍就宣称 光投资就达到了6亿元 而她充满期待的北美票房 也可以忽略不计 冲击奥斯卡更像个笑话 没多久 电影《精灵十三拆》入围美国金球奖 张伟萍带着韩希婷去了颁奖典礼现场 而不是女主角妮妮 妮妮事后在微博说 对于去金球奖 她没有收到公司的任何通知 好在妮妮获得了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新演员奖 她一上台就激动飙泪 一边哭一边说 能拿到这个奖项非常意外 也相当开心 如果不是张艺谋导演 我不可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妮妮的感谢发自肺腑 但是有人听了却很有想法 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大瓜滚滚而来 2012年3月 张艺谋突然被人曝光超声丑闻 这时网上爆出 是张伟萍故意曝光张艺谋再婚和超声传闻 连人因为利益反目了 至于是怎样的利益 有网友分析 是近年来张艺谋和张伟萍联手的商业运作 可能在巨额的利益分配上出现了问题 才导致反目 而媒体爆料称两人反目 妮妮利益称分手导火索 后来张艺谋传记 宿命孤独张艺谋里也提到这事 痛斥张伟萍是策划爆料这件事的幕后黑手 张艺谋用准确字字滴血 刀刀剑肉来形容这本书的真实性 两个大佬反目 让夹在中间的新人妮妮很尴尬 一个是恩师 一个是老板 该怎么办 妮妮只能顾左右而言她 撇清自己 两不得罪 但这由不得妮妮 张伟萍和张艺谋分家后 双方为某女郎们的归属权问题 争得不可开交 随后张伟萍宣称 自己才是艺人们的亲生父母 张艺谋不过是助产师而已 她还让新画面影业发表了一份律师声明 强调旗下亲衣演员周东宇 妮妮等 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 不能擅自开展演艺活动 这就是下了现拍令 对于张伟萍发的现拍令 妮妮公开承认要跟随张艺谋 张艺谋也表示 自己才是其实际经纪人 张伟萍眼见争夺一人不成 便上了一记狠招 一个月后 疑似妮妮重口味不雅照 开始在网上疯传 妮妮似乎知道是谁干的 始终不愿谈不雅照风波 而其经纪人表示 正在查幕后黑手 媒体猜测 疑似是二张分加导致的 经纪约纠纷所致 既然得不到就毁灭 因此妮妮遭到抹黑 此时另一个男人 拯救了被两个大佬夹伤的妮妮 那时妮妮正与冯绍峰热恋 因此不少网友纷纷喊话 让她赶紧嫁人 冯绍峰也在微博公开宣示 如果将来离开你 我名字倒着念 妮妮回应道 我也是 这位她们日后 一个惊呆全网的举动 买下了伏笔 自从和冯绍峰谈恋爱以后 妮妮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2014年 冯绍峰一口气 删掉了近2000条微博 尤其是2012年 与妮妮相恋后的微博全删了 妮妮赶紧反驳分手传闻 然而一年后 传闻就变成了事实 有人指出 妮妮靠着冯绍峰尚未成功 从而怒甩冯书 还有人说 妮妮和冯绍峰是相互利用结束 所以分道扬镳 因为这些言论讨论度实在太高 以至于妮妮和冯绍峰的工作室 同时发声明 怒斥这些是谣言 并要求相关人士 立刻删除虚假信息 离开冯绍峰后 妮妮又和张艺谋进行了合作 2016年1月 28岁的妮妮又搭上恩师张艺谋的关系 折演了张艺谋女儿张墨指导的电影 28岁未成年 结果电影刚拍完 她就被媒体曝光和景博然好上了 人很快承认了恋情 这让网友一致怀疑 说他们是合约情侣 2018年5月 景博然工作室突然发表声明 说景博然与妮妮早已分手 今年34岁的妮妮凭漫长的告白 被金鸡奖提名为最佳女主角 算是得到了一些肯定 但是34岁对女演员来说 又是一个前有狼后有虎的被夹状态 如果再没有拿得出手的演技和作品 还会被夹伤 人生被夹是常态 只有苦练内功让自己硬起来 才不会被夹伤 就会被夹伤